今天您随着我镜头,咱们继续逛天津市河北区的五马路 继续聊一聊这条路上的老建筑 就在五马路和陈伟路交叉口这个位置 马路对面 这里呢是有一个五马路78号院 现在这个78号院的外围围了好多隔离板 但是这些隔离板并不是因为已经防控围的 应该是这个78号院有洞迁的异象 这个院里的房屋跟周围其他的小区啊居民楼啊不太一样 里面呢都是独栋别墅样式的房屋 并且在这个房屋的外围 还有中国铁路的标志 我来之前也查了查这个地方 并且我来的时候呢 还遇到了住在这里的一位大姐 也跟她简单聊了聊 这个78号院里的这些房屋 以前是铁餐院的职工宿舍 应该是建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 到今年2022年也是有六七十年的房龄了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些房屋 有的维护的挺好 现在呢是仍有人居住 有的是已经破损了 好多以前的老住户都不在这里住了 说起这个铁餐院那可是赫赫有名啊 我查了查现在应该更名叫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最开始的名字叫铁道部设计局华北设计分局 也就是铁餐院的前身 最早就是在天津北站 到了1956年的1月1号 当时撤销华北设计分局 正式是成立了铁道部第三设计院 简称就叫铁餐院 这之后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是把铁道部第五设计院 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标准设计处 陆续并入了铁餐院 到了1978年 是把这个铁餐院正式更名为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铁餐院的实力不用过多去赘述 因为它在我们国家的铁路领域 城市轨道交通领域 还有桥梁设计领域 如果它排在第二 那么没人敢排第一 据说最早入住在这个 五马路78号院里的 都是一些高精尖人才 是为我们国家铁路设计 桥梁设计 还有这个轨道交通设计 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 现如今六七十年过去了 好多这里原来的老住户 已经从这个地方搬走了 是搬到了条件更好 居住环境更舒适的社区 这个小院也早就没有了 几十年前那种热闹熏啸的场景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静谧安逸 与隔板之外的五马路 还有陈伟路的车水马龙 是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在这个小院看起来 更像是一位年于古稀的老人 安静地坐在那里 静静地注视着天津日新月仪的变化 院里的这些房屋区别于院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大楼 有一种独特的设计感 是在这里跟我们默默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那段过往 也许根据城市总体的发展规划 这片房屋在不就将来的某一天会被拆除 但是一定要记得那些在这里挥洒青春汗水 默默为国家做贡献的人们 好 这就是河北五马路78号院 咱们下个视频见